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Lesson 8. I'll go wherever you go. 一,听力。 One,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1 to 5,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一, 一,十五层太高了,我都害怕,向下看了。 我明白了,那我们看看别的房子。 一, 十五层太高了,我都害怕,向下看了。 我明白了,那我们看看别的房子。 二, 二, 我是第一次来看大熊猫。 我也是,你看,这些大熊猫多可爱啊。 二, 我是第一次来看大熊猫。 我也是,你看,这些大熊猫多可爱啊。 三, 都九点一刻了,你怎么还不起床? 星期天又不上班,你也不让我多睡一会儿。 三, 都九点一刻了,你怎么还不起床? 星期天又不上班,你也不让我多睡一会儿。 四,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怎么还没到? 别着急,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四,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怎么还没到? 别着急,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五, 眼镜怎么样,你觉得满意吗? 还不错,你看,我的变化很大。 五, 眼镜怎么样,你觉得满意吗? 还不错,你看,我的变化很大。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听句子,判断对错。 。 Questions six through ten,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比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六 以前,周经理的办公室在一层。 最近,他搬到了六层, 开始坐电梯了。 周经理换办公室了。 六 以前,周经理的办公室在一层。 最近,他搬到了六层, 开始坐电梯了。 周经理换办公室了。 七 我明天就回国了。 以后不能总跟你见面了。 有事,请给我电话吧。 他们以前总是见面。 七 我明天就回国了。 以后不能总跟你见面了。 有事,请给我电话吧。 他们以前总是见面。 八 我喜欢自学。 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一本好书,是我最大的快乐。 他喜欢安静的地方。 八 我喜欢自学。 我喜欢自学。 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一本好书,是我最大的快乐。 他喜欢安静的地方。 九 不好意思,小姐,这个电梯只到十层,您去十二层,要坐右边那个电梯。 那位小姐要去十层。 九 不好意思,小姐,这个电梯只到十层,您去十二层,要坐右边那个电梯。 那位小姐要去十层。 十 603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来说,洗手间有问题,你去看一下吧。 他现在在洗手间。 十 米 603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来说,洗手间有问题,你去看一下吧。 她现在在洗手间。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五题 听短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hrough 15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例如 Example 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谢谢 没问题,您去超市了,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 十一 我想再喝一杯可乐 再喝一杯,你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十一 我想再喝一杯可乐 再喝一杯,你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十二 别害怕,只是感冒 休息两天就好了 那我让妈妈来照顾我几天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二 别害怕,只是感冒 休息两天就好了 那我让妈妈来照顾我几天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三 小姐,请问这儿有人吗? 我可以坐这儿吗? 不好意思,我朋友去洗手间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三 小姐,请问这儿有人吗? 我可以坐这儿吗? 不好意思,我朋友去洗手间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四 我儿子又没考好 真着急 别着急 孩子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女的为什么着急? 十四 我儿子又没考好 真着急 别着急 孩子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女的为什么着急? 十五 明天要去面试 这两条裙子你穿哪条? 哪条好看,我就穿哪条? 你再帮我拿一下那件白衬衫 十五 明天要去面试 这两条裙子你穿哪条? 哪条好看,我就穿哪条 你再帮我拿一下那件白衬衫 女的明天做什么? 第四部分 第十六到二十题 听长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晚饭做好了,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一起吃,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十六 小丽,是你啊 你也来这儿买东西啊 是啊,这家超市的东西很便宜 好久不见,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好啊,下了电梯有一个咖啡馆 我们去那儿吧 他们要去哪儿? 十六 小丽,是你啊 你也来这儿买东西啊 是啊,这家超市的东西很便宜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好啊,下了电梯有一个咖啡馆 我们去那儿吧 他们要去哪儿? 十七 你吃药了吗? 还没有,我吃完饭再吃 今天我们吃面条? 是,吃鸡蛋面,马上就好 他们今天吃什么? 十七 你吃药了吗? 还没有,我吃完饭再吃 今天我们吃面条? 是,吃鸡蛋面,马上就好 他们今天吃什么? 十八 您好,我的雨伞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 您的雨伞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的 是这个吗? 我们在洗手间里看到的 十八 您好,我的雨伞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 您的雨伞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的 是这个吗? 我们在洗手间里看到的 男的为什么去饭店? 十九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哪天? 您哪天不忙,我们就哪天吃? 那明天中午,老地方见吧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九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你这次汉语考得怎么样? 九十分 你呢? 我考得不太好 我只会做第一题 汉字几乎一个都不会写 别着急,慢慢来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你这次汉语考得怎么样? 九十分 你呢? 我考得不太好 我只会做第一题 汉字几乎一个都不会写 别着急,慢慢来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